一个300吨的巨型肥老跑到街上 每走一步地面都在晃动 他望向大楼的美人 嘴唇不惊敏了一下 他举出大肥肘子 直直地往美人伸去 乃至他看中的 是餐桌上的小鸡腿 肥老享受地吞下去 却不料这是82年产的 没一会儿 他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 蜜桃臀微微一翘 轰天炮般的屁就猛地发射 可把地上的路人熏到起飞 结果这流浪汉大爷默默点起烟 火柴刚点燃 屁就瞬间产生化学反应 轰的一下就炸出了朵蘑菇云 还好这都是长梦 而男人名叫胖哥 是个高智商的大学教授 但无奈体型实在太宽 学生都几乎学不到任何东西 每天上课 他在上面写字 下面的笔记就给他的大肚男 给擦得一干二净 对于自己的身材 胖哥也压根不在乎 脚跟势力架就是今日好心情 然而这天来了个美女老师 可把胖哥这40年的母胎 solo看得两眼放光 一听对方是自己的小迷妹 那感觉春天都来了 等回家后和家人吃晚饭 看着满桌的大鱼大肉 胖哥却只吃了一小勺的鸡皮 旁边的老爸看不过眼 看看咱们这全家人 每餐都得米饭拌巧克力酱 咋的 你今天是想减肥吗 你别说 还真是 转头胖哥就来到一户人家 鼓起勇气按响门铃 而开门的 正是那美女老师小美 原来胖哥自从见了一次面 心里就一直想着人家 这才找上门求约会 本来以为没有希望 哪知小美居然答应了 为此 胖哥立下决心 势必要成功减肥 这个胖子被抬进急救室 身体却变得越来越大 几秒不到 他的大肚懒就夹着一声 撑破了房间 只见他跑到大街上 地面都止不住地颤抖 哪知他肚子一阵翻滚 蜜桃屯一掘 就轰出了毒威力巨大的蘑菇云 一下就把胖哥从噩梦中轰起 为此他立志减肥 他去报名瑜伽课 别的学员舞都快跳一半了 他才手慢脚慢勉强开始 跑个楼梯 刚跑一分钟就要缓上一天 练个举重 杠铃没撑起来 糖已倒是塌了 看来物理锻炼是没洗 他就来了个针灸减肥 可不管扎上几针 甚至最后扎满了全身 这都完全不顶用 而转眼一瞬 胖哥和小美的约会日到了 两人来到小餐吧看演出 哪知台上进行脱口秀的那哥 一看到眼前的大胖蹲 就开始以他的身材说起笑话 胖哥面色逐渐红润 这场约会夜也注定遗憾告终 因此胖哥放起大招 他以自己超高的化学天赋 研制出了一款瘦身药水 只见他喝上一瓶 身体就开始收缩 下一秒 胖哥就变成了身材俊俏的瘦身男子 他人都傻了 这真的是俺自己吗 为了庆祝自己瘦身成功 胖哥火速就是起了个类紧身衣 吃上十个油炸汉堡 都再也不怕胖了 随后 小美来到实验室找胖哥 但胖哥不想秘密被发现 只好撒谎说自己叫小帅 一番甜言蜜语下 他邀请了小美共进晚餐 乃至他的手刚搭到对方肩上 手掌就忽然打回原样 胖哥瞬间慌了神 赶紧把小美打了出去 由此看来 这药水还有副作用啊 接着等到晚上 胖哥再次瘦身 找到小美吃晚餐 但他不知道 接下来麻烦大了 这个男人嘴唇忽然肿大 肚子也瞬间撑大 把扭扣都抱了出去 他赶紧跑上车 但此时嘴唇都已经掉到胸上了 只见他大腿大上几拳 就踩着油门直线飞奔 车开着开着 他的脸蛋就开始变形 甚至肚子再次肿大 把车胎都压爆了 最后就死 胖哥恢复真身 被自己那300斤的身躯 卡在了跑车里 但他不肯罢休 转头又喝起药水 让自己再次瘦身 当晚就找了几个名模打起扑克 一夜过后 胖哥从美梦中醒来 看着身旁的名模 他却压根不记得昨晚发生的事 直到晚上他看起电视录像带时 这才发现真相 原来在他瘦身成为小帅后 小帅就控制了他的身躯 打算代替胖哥 胖哥哪里能忍 果断就把瘦身药水倒个精光 还是吃减肥餐实在 哪知他刚吃下 胖哥就再次瘦身成为小帅 原来小帅早就把减肥餐换成药水 而且通过计算 现在他只要喝下500毫升的药水 就能完全霸占胖哥的身躯 接着小帅来到学校舞会上 只见他看起手表 三秒过后 肚子臀部就忽然肿大 接着他当着众人的面喝起药水 肥肉就再次缩了回去 随后小帅再次拿出药水 刚要喝下 手掌就变得肿大 原来体内的胖哥意识顽强 决定和小帅决一死战 只见两个人隔位同一身躯 大打出手 你全我一掌的 胖哥还把药水丢在地上 直接就一脚丫踩碎 接着他操控手掌 连连伤的小帅头晕眼花 几秒过后 他的身材就再次长回肥肉 咕噜噜的几下 胖哥就成功变回原样 最后 胖哥向小美真诚道歉 本以为两人的关系要凉了 小美却被他打动 答应做他的女朋友 从此过上了不可描述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肥老教授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